電影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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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還是強調一下說 我們這個組別所用的頭盔 是經過SFAN特殊改造 強化過的 而且因為有拳擊在頭上 或者說摔的時候會有怎麼樣 我們是有要求要帶護士 對 護士啊護當啊大家看不到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有要求 這個 頭盔的改造啊 其實真的非常之厲害 我自己體驗過戴著這個頭盔 被壓在地上往臉上出拳打 基本上只有頭盔的那個震盪 跟聲音在告訴你你被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有一次我壓著他打 我知道他有講這個故事 果然是這樣沒錯 沒錯 就是你把他壓在地上灌的那一次 各位又是我 不好意思又是我 sorry 激發了他去把這頭盔改到爆 現在上場其實選手們也不需要擔心說被打到頭 對 OK 我們來到三強循環賽最後一場 對 我們這樣子是不是最後三強循環賽剛好有一個算歐式一個中式一個日式這樣子的感覺 沒錯 這太完美了是不是 對吧 這太完美了是不是 沒有哪一個系統是絕對強 是絕對強沒有錯 哇 有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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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哇你看到了一個完全 完全把規則搞定的人啊 哈哈哈哈 夠燒喔 這個夠燒喔 有沒有 近距離我打你兩下 我已經到上線 我走了 我再拿冰淇淮再砸你兩下 我只要把那五分打完了 我也不用被打了 非常強勢的 對 完全照規則走 沒有話說 但是想必剛剛這一波 對兩邊的體力消耗一定都是很大的 我不知道觀眾看到了些什麼 我覺得剛剛那個畫面對我來說非常震撼 因為這個真的就是這個賽事下面 我們想要看到的東西 不要執著在任何一個東西 對吧 哇 我兵器噴得老遠出界 你還有羅大神 偶了一口老血 而且心裡暗暗想到 還好結束了 又可以有幾秒回血 稍微休息一下 雖然他前面的那個被中文摔下去 他可能都還沒有緩過 很可能 而且他現在面對的一個對手 其實是一個在晉升的強度上面滿高的 我必須要說就是養正館 他基本上超多年的訓練 都是在這個上面 我那個時候去拜訪他們的時候 哇靠整整被他們抄了三個小時 我抄到第二個小時 我想我為什麼要去 這一回合反而要採取比較保守的策略 可能體力也用完了 很可能 目前有一個五分的優勢在那裡 其實他也算是可以 就 哇 哇 飛踢啊 哇 我希望有單張的 剛剛那個飛踢的那個照片 他連那個下面的那一腳都拉起來 動作有夠完整 沒錯 我們應該可以從那個場邊攝影機來截個圖 對 因為很明顯剛剛那邊是沒有照相機 哇那個 那個勝負已經不重要了 他已經把他要帥了帥滿 OK所以上半場吧 這是上半場結束 所以15比21 下半場也結束了 OK 哇 流分這麼多 等一下 是上半場還是下半場 竹生你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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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才只是上半場 對嘛 小心時間 這麼兩個人都可以安全回家 要拜託 對啊我想說 哇 這兩個人流分這麼高啊 對啊 不得了啊 連終於都可以打成這個樣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就是說待會我們還有一分鐘啊 哇這一分鐘可以發生很多事情 大家不要小看 沒錯 我們剛剛見證了吧 三秒都可以發生很多的事情 沒錯 哇 這個 這個我們副館長 司力板 哇 連他 都看得出來 那個 體力上 都已經是強烈有感的 沒錯 想必大臣這邊也需要在 他剛剛大臣倒是 他已經採取了一個相對保留體力的戰法 是 一邊後退一邊保持刀劍的攻擊距離 沒錯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很明顯的看到 兩方都是採取 比較保守 他在體力上面 比較省的一個策略 對吧你看 喔喔喔 進去 哇 超高 只差一下 應該只差一下 等一下 哇 直接叫他撿起 好 我覺得這個就是 對 完全符合那個 最近那個什麼 運動的最高精神 哇 這明顯累 明顯累 不錯 他剛剛基本上只要再打一下 應該就有了 就可以讓對方 對 就五分就拿到了 但他就跟你說 把劍撿起來 對 咱們來一個公平的對局 上次我看到那個什麼 把齒套帶回去 你待會需要他 對對對 然後去灌他臉 沒錯 哇 這個真的是運動家精神的展現 你知道最近最新一集的那個 邪貓劍克的動畫 裡面有這一句 丟了對方的劍到他面前 然後說 Pick it up Pick it up 把它撿起來 就是什麼年代都有 這樣子聲勢的表現 是不是 就是一個榮譽的表現 對對對 好 速度起手預備 開始 這是分差 帶給他的表現 表現室裡面 我等待的人也出現 他採取了反直的一個策略 這是想要跟對方健身嗎 哇 肯定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什麼 我反戰好最後一輪 哇 你可以看到這個人 在短短兩分鐘 上下半場 把所有能夠玩的策略都被玩了 幾乎是真的 兩分 預備 哇 還沒結束嗎 還沒結束 好累 如果我吃他 我會想幹原來還沒結束嗎 哇 這一次沒有拚飛梯 哎呀可惜 要是我的話 我就飛梯加兩下這樣 七八百分數打 不會那麼容易 不會那麼容易 再看看 A小弟報告 A小弟報告 哇 累爆了 真的非常感謝 這個三位 跟我們帶來精彩的全接觸賽事 A小弟 兩年前我們就開始構思這一切 當Kevin提出來 那個時候他們做了一個表演 到去年嘛 做了一個表演 然後到了今年就是 我們就正式的把這一切搞出來 是 規則上面 然後整體呈現 我相信不少觀眾應該 會有一種感覺就是 你可能以為你會看不懂 但是 其實還蠻容易看的 我們現在要準備頒獎 可能除了一些高速的 纏鬥當中 到底誰拿分 高低 因為不管是哪一個 技術的轉換 其實 人們都可以看得清楚 好像在叫你 喔OK 那我就去頒獎 接下來就交給我們代班主播 OK OK OK